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乐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乐言一千日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第五百二十日 主题 实行欢喜行事 经文内容 阿难 是善男子成佛之义 具足无量如来妙得 十方随顺 明欢喜行 华言经卷十九 实行品第二十一之一 菩萨如是利益众生 而无我想众生想 有想 命想 种种想 补切罗想 人想 摩纳婆想 作者想 受者想 但观法界 众生界 无边际法 空法 无所有法 无相法 无体法 无处法 无依法 无作法 做事观时 不见自身 不见事物 不见受者 不见福田 不见业 不见报 不见果 不见大果 不见小果 虾文 想 是能取向的颠倒嫉妒心 有想 即有情向想 其有情向的颠倒想 命想 即有 即命者向想 其命者向的颠倒想 不特切罗想 梵语 亦为 庶取去 又名众生想 众生有恶意 一 众法和何而生 名众生 这是通于有情无情的 二 从无死来 曾经受过众多的生死 由现在所造烦恼业 于当来还受众多生死 摩纳婆想 梵语 亦为如同 是上年而有亲近恨的 与同真意相似 印度对于这种人 认为是人中的特别人 有这样的想 就名为摩纳婆想 小文 作者受者想 这关于印度外道的思想 作者想 就是即使有精神的我 要是没有我 那么造作上二业是谁呢 这就是圣论外道所指的 现在伦理学 众自由意志的 就与这派相同 他们只是个人都有自由意志 不受任何的束缚 由个人的自由意志 而造上恶 而负上恶的责任 又如有执造物主的 认为宇宙万有 是由造物主造的 这种执着 也是由作者想推广成的 受者想 既有使我 要是没有我 谁来受用苦乐呢 这种能受用苦乐的 就是我 现在伦理学中 执快乐论的 就与之相同 他们说 人要有道德 就是我也要受乐 有这个能受乐的 就是我 这些想都是 从人我向而起的 所以都明人我想 以上下文 恭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 论言一千日 第五百二十日 我们继续谈 欢喜行 在论言经理 讲到这个 医者清静的缘起 会有修正的位置 那这些位置呢 现在谈到实行 实行是在实住之后 实践的一个行 这个位置啊 最重要的是实践 我们要怎么样把佛法 听到的道理 跟自己的生活行为结合 那在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知道 第一个定义是什么 所谓实行的第一 叫做欢喜行 所有的修行 最重要的就是欢喜 那怎么欢喜 是善男子 成佛子以 具足无量 如来妙德 十方随顺 明欢喜行 这个欢喜行啊 是因为 有如来妙德 所产生的欢喜 并不是一般人说 只要我喜欢 我就是顺着自己 顺着自己啊 不一定是真的欢喜 为什么 因为顺着自己 是满足我直 我向 那有的人欢喜 那有人就不欢喜 一般人的快乐 可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那么这样子的欢喜 并不是真实的 有功德的 有的欢喜还有伤害性 所以你要真的在欢喜行上 实际上成为这个修正的位置啊 而不是只是一时 那么就要十方随顺 那怎么十方随顺 就要具足无量 如来妙德 就是依德而起的行 才叫做欢喜行 那你如果不是依德呢 就是缺德 有的人没有功德心 有的人心里面呢 只有自我 那他到最后呢 就会搞得啊 大家都不欢喜 他自己也不欢喜 所以啊 这里讲到的欢喜行呢 我们就要来学习 华言经里面 欢喜行的菩萨 他举了很多例子 而且最终 为什么他会欢喜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 我们就会看到 为什么 在卷十九 谈到何等为菩萨 摩赫萨的欢喜 他是叫做欢喜行 菩萨呢 是大慈悲 他对所有一切众生 都是能够修大善法 大布施 救护一切众生 射手一切众生 好 那这个世间呢 也有很多的布施啊 但是呢 菩萨的布施 是学习诸佛 本所修行 就是他依据的是佛的行为 那佛也布施 世间的人也布施 很多人没有学佛 他也是大善人 那到底这个世间的善 跟佛教里面的修行善法 差别在哪里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讲 最大最大的布施啊 就是可以把财产 好贵大福 就是利用自己现有的能力 完全的布施 那甚至于呢 连自己的头目脑随 我身上的肉 通通都可以布施 而且布施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欢喜 那一切众生呢 来求 我都能够欢喜 菩萨是越来越欢喜 那这个呢 是非常难 也是欢喜地的菩萨 能够十方得力 十方没有障碍 十方都能够横顺众生的 这种原因 因为他举的例子 是最大最大的布施 最大布施呢 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这样子的布施 而且呢 布施了之后啊 菩萨还会发愿 他说所有布施的 一切的善根 还有接受布施的一切众生呢 都能够成就 无量的功德 这是不简单 一般人呢 就是啊 这个你已经 有得吃了 不错了 生活有所改善 那就算了 很多人是这样啊 你现在过得很好 那我就觉得我已经帮助你了 那菩萨的布施呢 是不只是如此啊 还要一切的众生啊 不是只有吃饱 他还要让他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你不只是要满足于 你自己现在脱离困难 而且呢 还要发愿成佛 大部分的人在学习 这一切的善法的时候啊 他其实就出于天性嘛 人本来就很善良 我本来就很喜欢做好事 我看到非洲的难民 我觉得很可怜 我看到有战争 我觉得很可怕 那哎呀 那个地方有灾难 我都愿意掏腰包啊 来做一些布施 那做一点善法 修一点功德 那觉得 这个地方呢 如果因为我的发心 他就得到改善 就觉得自己很满足 那甚至于呢 这个人如果得到我的帮助 我去任养一个孩子啊 那让他可以读书 那我就觉得很不错 可是呢 这佛法里面的标准呢 他还不是只有这样 他不是只要生活改善 他不是只是他脱离贫困 他也不是只是呢 他可以满足他自己喜欢的 而且他还要能够怎样 一切众生 不管是布施的人 还是接受布施的人 那都要成佛 所以这就让我们去想 那所谓的功德主啊 谁是功德主呢 为什么他叫做功德主 因为他修的是功德 那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最大功德就是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 为什么跟一般我们想到 大富翁或者是大善人的功德 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那就是这边就在讲啊 菩萨如是利益众生 而无我想 众生想 命想 游想 种种想 补切罗想 人想 摩纳婆想 作者想 受者想 那这边呢 就这样讲 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啊 他为什么可以透过这个行为而成佛 最大的差别 不是他做的善事是最大 或者是他度的人最多 或者是他说的法最妙 或者是他的这个法会办的最庄严 不是这个 因为一般人呢 就是在比这个排场 像去华严经的这个道立天 兜率天 燕魔天 就会发现这些天王 他要来迎接佛陀的时候 他的层级啊 阵仗都摆到最大 就是用他的大福报来供养佛 那看起来好像在比拼啊 这个天王是用十千 那我就要用百万 那你是百万我就百亿 那好像是在比赛一样 事实上呢 这些比赛都只是向上的比赛 真正度众生呢 你要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 无我想众生想 有想命想 就是你不但是没有一个我在布施 也没有被布施的众生 也没有 这个我有布施 我有这个因缘要布施 我是被规定的 有的人是这样啊 哎呀 这众生来讨了啦 所以我赶快赶快来做布施 或者不敢不布施啊 或者是呢 菩萨给我感应 给我启示 这听到菩萨的指示 或者是我看到了某一本书 这上面呢 生起了一个想法 我也要来学布施 这些呢 都是一个因缘嘛 但是在这个因缘当中呢 我要布施 还不做布施想 这个能布施之人 所布施的对象 还有布施的这个物品 你看我这么伟大 那我这个 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这些都没有 那这个才叫做 真的布施哦 这菩萨要这样子来 利益众生 没有这些想 没有这些想法 那怎么办 那想什么 但观法界众生界 无边际法 空法 无所有法 无相法 无体法 无处法 无依法 无作法 就只有呢 观 因观法界性 因观众生界 哎呀 观一切众生 是叫做什么 如梦如坏 如泡如影 那一些法界的 都是空极 尘归尘 土归土 哎我现在布施啊 很了不起嘛 哎所有呢 西街空极 没有作者 没有受者 所以呢 有这样子的观呢 做事 观时啊 哎就有个非常殊胜的效果 什么效果 不见自身 不见失物 不见受者 不见福田 不见业 不见报 不见果 不见大果 不见小果 这一段 就是真正最大最大的关键 因为 大部分的人呢 不失啊 哎呀 他就会 产生执着 你看 我捐这么多钱 那 我是大功德主 哇 这个时候呢 的确呢 是有一种善的法 有善的功德 有效 你会成到天上 想种种的福报 的确是如此 可是呢 你没有成佛 为什么 因为就在一个 哎呀 我自己很厉害 的那个执念在那边 只要呢 你起了一个我 我好棒 我好会说 我好会度众生 我的道场好大 我的公司好大 我是这个成就好高 我现在呢 有种种的优秀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啊 就已经落入了一个狭隘的 狭隘的限制里面 那这个狭隘呢 就导致啊 你只修到人天的福报 人比人啊 气死人 我们就 一山还有一山高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做了一点点小事 就很容易 比较 比较呢 比来比去 其实都是 小咖咖的的 小小的比较 我们就一点点 就在那边 沾沾自喜 就好像呢 这个国小的 小朋友啊 那他就说 我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的说 有什么了不起 你上次是第二名 我是第一名 那你的两个呢 一个考80分 一个考81分 在那边比较 那我们的智商也是这样 我的智商是160 你的智商才150 你看我比你聪明 可是呢 佛 有没有智商这个问题呢 佛不用量 因为他无法量 那他的智商已经超过几万了 那对于佛来讲 我们这个两个呢 这160跟150有什么差 对别的众生来讲 叫做天才 那对佛来讲呢 你就是智障 两个智障呢 在那边比差一个十的 就是五十步效百步的概念 所以众生的心很狭隘 就在这个自我的意识 跟射线当中 就是在自己的小小的框框里面 在井底 为了自己占据这块石头 我是这个里面 我占的石头比较大 所以我是你的老大 那你就是要比我小 因为你的石头那么小 其实那都还是在井底 我们看到的天啊 是非常非常的狭隘的 那你在这个有限当中呢 你所有的比较 都还在三界内 你纵使现在一下子升到天 作为天王 很了不起啊 这个也是暂时的 循环三界内 犹如极井轮 就好像这个井里面的这个轮子一样 这井水啊 这样子转转转 那转来转去呢 你一下子啊 可以往上走 一下子往下走 那走来走去 还是在这一口井里啊 你并没有看到天地有多宽 天地有多大 所以菩萨他不再受限于这样子 狭隘的时空当中 他的心就无量了 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关键 他可以成佛 一面行放下所有的执着 那怎么做 就是啊 利益众生的时候 没有不做利益想 没有我想 没有受者想 这所谓的三轮体空 你要学到这个三轮体空 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不要沾沾自喜 做任何事情 就是随缘进分 但是不用呢 觉得自己就 哇 我已经了不起到 所有的人 全天下的人都要知道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进入 不见自身 不见失误 不见受者 不见福田 那这个就是真的 叫做欢喜行的结果 什么结果 你就真的叫做具足 如来无量的功德 因为你的心跟佛 是一样的 是一致的 那我们如果 有这样子的观念 哎呀 不要执着 那就变成什么 很多人是变成 不要捐钱就不会执着 因为你看那些捐钱的人 哎呀 他们都好执着 他们其实是想要贪功德 想要让人家叫他 功德主 那你不捐钱的人 难道没有执着吗 你连布施都没有办法做 然后只是酸葡萄心里 那就更糟糕 那一般人呢 要怎么样来知道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样去放掉 那个执着呢 你就第一个 先用布施来舍掉自己的钱摊 布施了之后呢 再让自己不做布施想 你要先有布施啊 因为布施要舍掉的是那个 我的贪心 跟我的牵 就是我舍不得 那你越舍不得 你就越要布施 哎呀 我舍不得出自己的力气 哎呀 我们就要布施力气 我舍不得 对别人笑 哎 我就要布施你的笑容 我舍不得 跟人家讲一句好话 我就要练习 跟人家讲好话 我舍不得呢 自己太累 你就要让自己啊 发心 多做一点啊 哎 我舍不得呢 哎 每天啊 就是在那边啊 这个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的障碍 自己就舍不得呢 自己离开那个舒适区 你就用布施来舍掉自己的这些执念 那你就越不想做的那些事 就是我们的功课 做了之后呢 哎呀 哎呦 发现真的把那些执着舍掉 舍掉了之后啊 你会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自在啊 就不会处处至爱难行 所以啊 要先练习布施啦 那先做到布施 再来说不做布施想 否则呢 很多人说啊 那就不要做了 太好了 就自己就反而 局限在自己的狭隘的想法里面 那这样子呢 你是没有办法修大行 你只是小小的自己用猜的 以为不执着就是不做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 所以这里呢 就提到 菩萨他做这些都是要做到最极致 最后呢 连自己的布施的心都放下 那么这就是关系型的内容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傅我是史薇 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个有关于 无偶像的问题 就是佛陀有说过我们这一念心 他是无可待修 然后是每个人要修自己的心 我们有自己的真心 那佛陀也有自己的真心 每个人是各个不相同的 那但是这样子去讲起来的话 感觉好像还是有一个个体 我跟佛 我跟他 然后有我这个主体 有变成这个受体 那这样子是如何能够去做 这一个无我相的想法 这我的问题 谢谢师傅 谢谢史薇 这个要做到无我相 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我的底线碰到 就是那你就会很痛苦 为什么很痛苦 就是你要你要做到 一直碰触到那个我的时候 你不舒服那个就是我相 那我们因为有我值 就会常常就会碰触到 这个我的一个边界 那这边界就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的我值在那个地方 那就从这个有我的地方舍掉 那舍到最后呢 你就会没有我 那个没有我 就是你跟佛之间没有关 没有界限 所有一些人都有我 所以你跟人之间 每个人之间 都会有一个格格不入的一个界限 就是你会触犯到我 我会触犯到你 那从哪里 从色受想行事 我的心 我的身 我的行 乃至于我的一个阿赖爷士 那这个色受想行事 最常常发现的就是 在自己的家人相处上 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 这么的不一样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那个想的边界就出现了 那我的情绪跟你的情绪 是不一样的时候 我的那个受的那种边界就在那边 所以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 可是不修行的人就是永远 就是磕磕壮壮 就是大家都在冲突当中 对立当中 就是相对反 那如果要修行 不管是对方是什么 你就能够在这个边界当中 就会把这个边边把它拿掉 那个边边拿掉 那个执念一拿掉 你就会发现怎么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跟你不合的问题 因为两个不合是两个都有我 才会有边界 那如果其中一个已经无我了 其实我跟对方 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佛跟我们是没有边界的 但是我跟佛是有边界 好像是两个个体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能够观察到 这个 这个 触碰到这个边界是什么状态 你只要心里不舒服 那个我就在那个地方 你只要有开始有一些 这个不如己意 那个我就在那边 所以这些都是很维系的观察 那这个问题很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这很简单 既然它叫做十方要随顺 那你去试试看东西党 所有的人来到你的面前 无辱而不自得 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做得到 因为有人做到了 佛是做到了 菩萨也做到了 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我们的那个 我在那个地方 守住你的边界 让我们自己限制在 一定要顺着自己 否则我就开始陷入痛苦 就想办法要叫别人顺着自己 或者是别人就要叫我顺着他的时候 我的内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 那这些痛苦呢 其实只是来告诉我们 我的那个我值在那个地方 好谢谢 谢谢师父 师父各位师兄 阿弥陀佛我是丽雅 我本来是要在上礼拜分享 梁皇宝餐的心得 因为没有时间 延到这礼拜来 还好都是心得都跟上礼拜的法王子 跟这礼拜的佛子相关 去年的梁皇宝餐 是我特地从新属到高雄 圆道禅院参加 挂单六天全程参加 这也是我一年多来听建慧师父 这个网络上视频 听师父开示 那眼睛还有云端华眼 正式跟保研生团见面 这样刚好满一年 我今年是就近在桃园三清讲堂参加 虽然是就近 但是也是因为路程都不很方便 也要快两个小时才会到 然后有时候比较早到的时候 我会拿着梁皇宝餐的DM 还有11月份的华眼法会的DM 到楼下社区 因为早上很多人聊天 我就想办法跟他们聊天 然后跟他们看看能不能宣传 只是很难 然后才发四张下去而已 我的心里都会觉得很遗憾 为什么这么近 有这么殊胜的梁皇宝餐 都不能进来不了解不明白 也不愿靠过去 那我们在楼上在拜唱的时候 我这边都可以感觉到 那么他跳广场舞 我心里面就会觉得升起 当然他们是乐火一足 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升起说 大师失去的识 此等大师之相 觉得很遗憾 当然我们桃园三清在这边设点 那个法院已经在转了 不过回过头来 我会很感恩自己 这个有这样子 可能累世累劫这样子的山根 还有福德资粮 这辈子才能够这样子 很好的因缘现前 而且我能够经济 能够扶持政法 有那个政治正念 这个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呢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我就是佛子 对 那个法华经穷子欲里面 有说有关于穷子 当我读通穷子欲的时候 我就顿来知道说 我就是那个回家的穷子 可是我不再流浪了 我回到家就除愤了 然后开始积极一些 像现在我都可以感觉到 我自己逐渐在通胎 因为为什么 我说菩萨界 花菩提西 都觉得说我可以继承家业 就是如来家业 这是我感觉到 丽雅就是真是佛子 这是我的心的 请师父开示 谢谢丽雅 丽雅是很开心 就是觉得 我今天是佛子 其实当我们住在佛家 就是我是有家的 我不是流浪汉 我是不是无家可归的 其实那种欢喜的心 真的就是很无法言喻 那个就是真实的欢喜 因为我们在佛的智慧引导之下 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本分 那一般人他真的在以为学佛很痛苦 其实真正学佛是很欢喜 一般人是不知道这个欢喜是如此的殊胜 所以这个一般世间人他认为的欢喜呢 就是跳跳舞唱唱歌 然后就这样子 有家里面的家庭 大家都朋友相聚 这世间的色身香味触法 无非是如此 在佛法里面呢 他也有这个色身香味触法 但是呢 这个五成都是佛事 这是佛的世界 佛的这个法会 那这些呢 是具足善跟福的因缘的人 才能够感知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也是最大的幸福 遇到的佛法 的确是世界上最好 最好的一件事情 那住在佛家呢 那当然就是更成为名正言顺的佛的一员 赫丹如来家业 那的确是需要更多的人来认识 那即使呢 现在他还没办法理解 总是结个缘 这佛陀呢往昔无数节以来 也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 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 小小的善根当中的累积 累积到现在 终于有一点点的尝到法味 那以前呢 没有这种善根 可能也是这种 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讲半天呢 没有人想理我 也有可能我们以前也就是这一个 其实众生就是我们的镜子 我们只是不知道 你看我当我站在此岸 我就看不到彼岸 当我站在彼岸 我就不明白此岸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很有耐心 就像佛陀对我们这么有耐心一样 但是第一个就是自己要先肯定自己的功德 那接下来呢 就是广结善缘 那终有一天大众呢 都可以入如来的家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好 谢谢丽雅